I Like Radio 中国联系网 起离世界 欢迎各位再度回到今天节目的现场 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 跟各位分享了最新的一些疫情报告 所以现在如果说家里头 其实会有老人家 或者是说会有一些慢性病的朋友们 可能就开始紧张了 那平常可能这些老人家 会需要一些就是营养补给 或者是说其实需要去外面买一些菜 然后帮他们做一些比较软口的东西 但是可能现在上菜市场也是一种危险 然后上卖场也是一种危险 但是现在如果我们有一些更好的方法 那也就是宅配 可以给大家做一些比较方便的处理 那么宅经济现在也开始 就是说尽量方便一些有需要的朋友 今天我们也特别在电话连线 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日本的 就是要借户食品台湾总代理 律动会的总经理Sky Hello Sky 你好 大家好 我是Sky 吴思凯Sky Sky本来我今天应该可以看到你帅气的脸庞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情深原浅 但是我还是觉得好感动 因为其实我看到前一段时间 就是疫情还没有这么紧张的时候 公司就拿了四小包的你们的食品让我试 刚好那个时候是我母亲开完 就是她的膝关节的手术 然后她的假牙也有点问题 我妈妈90岁了然后我就很孝顺的把这四包都给她吃 我妈妈说没有想到这么好吃 所以你看那个在雅口有问题 或者说她需要营养补充的时候 其实借户食品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那我想今天先请教一下Sky 什么叫借户食品 所谓的借户食品 它其实是来自于日本的借户食品协会 那我们所有产品都是由这个协会来认证的 所以我们就统称它叫做借户食品 那因为日本它就是用借户食这三个汉字 介入照护的借户 那因为它是刚进台湾市场 我们为了让台湾市场的消费者可以比较容易理解 所以我们就直接沿用日本的这个汉字 就是借户食品 其实这是一个蛮新的观念 因为我觉得其实以前我好像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一个资讯 我可能就是现在大家也许觉得缺营养了 就喝什么安素 亚培 类似这样子 但是这样的选择真的就比较少 那这一次其实我吃到的这些借户食品 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的口味 跟各种不同的需求的选择跟营养值 那我先想请教一下Sky 现在在这整个 因为日本其实它一直都是很先进 而且他们其实人都很长寿 对吧 所以他们其实对于老人家的照顾 就是特别高龄的这些朋友们特别关注 那哪一些人会需要借户食品 首先我想先跟营养值这边分享一下 就是说 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产品 它并不是新的产品 以借户食品来讲 QB的借户食品在日本 它已经行销超过23年 所以它在日本是已经 但是一直没有进台湾对不对 对对对 它在日本是已经非常长期时间销售的一个产品 而且对日本的长者来讲 它也都是对日本生活上非常帮助的产品 那就像您有收到我们四个样品 那它每一个样品有一个单独的颜色 那借户食品协会 它就是把这个四个颜色代表四种不同的质地 那去用于四种 就是各式各样大家不同的牙口状况 所需要的人去寻求适合它的产品 就像刚刚大白您有提到 就是母亲已经90岁了 那我们常常会被问到说 我的爸爸妈妈90岁了 那我应该要吃什么 其实我们通常会分享就是说 其实就算是90岁的长者 牙口的状况其实也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们通常就会以 就是说我们这个长者或病人 他的目前的牙齿的状况 或者是他咀嚼能力的状况 来寻求适合它的产品 所以我们有四个颜色 第一个颜色是紫色 我们说一般牙口不好的卵石 我们就可以选择紫色的残包 那第二个颜色是粉红色 那粉红色就是说 如果最近我有做一些牙齿的调整 比如说直牙 比如说长者的假牙 有做调整 咬东西比较辛苦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选粉红色的残包 好Sky我们必须要进一段广告 休息一下之后呢 我们再请你继续分享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仔细听哦 马上回来 中文雷新网 欢迎各位队队回到今天节目的现场 我是秀元大牌 今天我们特别在线上邀请了 我们日本丘比介护食品 台湾总代理 也就是绿顿会的总经理Sky Sky在线上 今天辛苦你 就在线上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因为刚刚你说 其实介护食品 这个总共是有分级认证了 这个四种不同颜色的介护餐 对不对 它是因为软硬的分度 而且还是有不同需求的人 所以设计的是吗 对 那我们刚刚讲的是紫色跟粉色 对 然后粉红色我们就讲说 我牙齿在做一些调整 咬东西比较辛苦 我就可以选择粉红色 那第三个质地 粉红色是什么质地啊 就是比较细软 它就是比我们一般的软食 它可能切的再碎一点 然后煮的再软一点 可是还是可以有颗粒或纤维感 对 你还是吃得到 就是如果今天我不特别讲 你还是会觉得你在吃一般的食物 OK 只是它的块状会小一点 这样 是是是 那到第三个质地 就是我们橙色 或者是橘色这样的质地的话 它就是对长者或病人来讲 就算它已经没有牙齿了 是 它也可以安全地吃 OK 可是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说看起来它是泥 可是实际上在吃的时候 长者都还感受得到食物的质地 OK 他会感受得到我真正是在吃东西 比如说我有鸡蓉啊 或者是有这些东西 就是你还是可以吃到那种小小 就是非常细密的那种肉质的感觉 或者是汤质的感觉 或者是菜粒的感觉 是还感受得到 OK 然后最后一个阶段就是绿色的部分 那绿色就是完全的细腻 比较接近就是说 我们有一些长者 他可能比如说有插鼻尾管 那我们是利用鼻尾管在灌食 那我们照顾者会用脚打食的方式 去让长者去做灌食的动作 他就是接近这个所谓的脚打食的状态 完全的细腻 之地都是非常的细腻的状态 但是它还是有口感是吗 它吃得到食物的味道 可是基础上已经没有口感了 因为我们它比较接近我们用果汁机去搅打食物之后 再把它过滤 把纤维都过滤掉了 所以它也不用担心 就是说因为到这个阶段的长者 它可能一点点纤维对它来讲也是会有障碍的 可是 但是它是有味觉的 对 它感受得到 比如说我们今天吃的是玉米 它就很直觉会感受到是玉米 OK 它是非常清楚的 好的 其实我今天想了解一下这个借后食品对于其实不一定是老人家 因为其实你看现在就是疫情在延杀这段时间 有很多的朋友其实他就是因为呼吸困难 然后其实他会有一些就是自己吞咽什么等等 他都有一些障碍 那这是个吞咽障碍的食品建议 其实会有哪些人像年轻人也会有一些这些状况 年轻人也是会有 其实我们通常会建议就是说 我们如何去判断我们有吞咽障碍 这件事情我们通常会建议就是说 其实还是要有专业的医疗机构来判断 所以如果当我今天在喝水 或者是在喝饮品 或者在吃东西 有比较高的比例 会有咳嗽的状态 会有呛到的状态的时候 我们就会建议就是说 其实可以先去挂附健科 OK 让附健科医师 附健科 对 婚宴可以挂附健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 实际上吞咽的医疗这件事情 是由附健科这边可以来 就主要的协助跟判断 OK 那因为吞咽的障碍的状态的状况很多种 那所以我们也不能一言一避之说 一定是找哪一个医生 可是基础上附健科可以来协助判断 OK 在做附健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主要是语言治疗师来协助 OK 为什么是语言治疗师呢 我们一般传统会觉得就是 营养师协助的是让我们了解 我们这个病人或长者需要什么营养 可是在吞咽造成障碍的时候 我要怎么 我现在的障碍是什么 或者是我要怎么改善我这间障碍 那是由语言治疗师来协助 OK 所以它是一个专门的科别 它是一个专门的科别 可是在台湾 其实现在比较多遇到的就是说 大家如果今天我的吞咽障碍是因为我疾病造成的 比如说今天做了头颈部的手术 或者今天我有中风的状况 其实你已经进入医疗体系了 医疗体系它可以直接去判断这个病人的状况 就会找相关的科别来协助 可是比较多的不晓得的问题是就是说 这个长者生活上还算健康 只是他慢慢在退化 那如果他没有特别疾病 他其实是不会去看医生的 明白 他只会觉得就是说 可能就是说最近喝得太快吃得太快 其实有很多都是因为退化的关系造成吞咽障碍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需要有一些适合他的食品 来协助他的 Sky这一点讲到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我妈妈在动手说 其实他一直身体都很好 我觉得他90岁呢 只是有一些这个就是 就是各方面的器官有点退化了 但是他其实并没有任何的什么慢性疾病 那就是在那段时间 他其实没有太多的食欲 可能会有一点痛嘛膝盖 然后他就开始吃得很少 然后我觉得他大概在两个礼拜以内 大概瘦了1.5公斤 那我就觉得说 因为他其实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食欲 或不想吃 那但是我后来我觉得 其实在一般的就是我们家里的人 就希望就是说你自己亲爱的妈妈妈 或长辈都能过得好 所以你会帮他手打很多果汁 然后会去买一些蔬菜 希望他均衡 但现在在这个疫情的期间 其实上菜市场超市 这些事情都不太安全 但我们又怎么知道 就是说这些介护食品呢 然后他可以补充哪一些的营养 给我们需要的长辈呢 其实在营养这个部分的话 可能要特别说明一个部分 就是说介护食品 他提供的是质地上的协助 OK 他并没有做额外的 所谓的营养的跌入 OK 所以他的所有的营养 都来自于食材本身 可是那为什么会需要 这样子的产品呢 我常常会用另外一个例子来做 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小baby 小baby刚出生的时候 我们的主食是喝奶奶嘛 是 喝奶 是 那我们在每一餐 喝奶跟喝奶的中间 他四个月到六个月 我们就会开始提供他副食品 对 那让他去感受食物 慢慢的长大之后 他就可以开始吃正常的食物的 OK 那长者这个部分 其实是同一个概念 其实有很多 就像妈妈现在 你可能担心他营养不够 担心他健康不够 所以可能多多少少 我们会提供一些类似 像刚刚您提到的 这些营养补充的奶水类的东西 是 对 那这些奶水类的东西 可能可以提供主要的营养 这个没有问题 可是他做不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让长者有有口进食 这样子的一个欲望感 是 没错 对 所以介乎食品 他在日本 他在协助长者 就是说 维持他可以用嘴巴 吃东西这样子的 我说他叫尊严 对 一个欲望 是的 那让长者不会觉得说 我年纪大了 我现在连吃东西都不能吃了 那一般的东西不能吃 我只能吃这些 汤汤水水的东西 长者会有一种 很沮丧的感觉 对 他就会觉得 就是说 我开始老了 我丢人了 然后我什么 我就开始有一些 心灵上面的这些挫折 所以在下一段的时候 我们希望其实 Sky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日本人其实很重视 他们的心灵健康 营养这件事情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继续聊 中国人新网 起离世界 欢迎各位再度回到今天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 我们的日本QB 借户食品 台湾总代理 律动会的总经理 也就是Sky 刚刚Sky帮我们特别讲到 就是说 其实这个借户食品 在日本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 是的 那他们其实对于老人家的这些关照 除了在饮食的部分 在心理上面更有很多的这个特殊的关注 对吗 是的 其实我可以用一个比较生活上的例子 跟修行姐分享 像我们有一个顾客 他就跟我分享过一个状态 就是说 他曾经有一次 因为年节家庭聚会 就像过年我们大家围如的状态 然后他们就是为了让这个妈妈可以 就是会觉得说 大家都会来看他热闹一下 就在外面订了一个餐厅 然后大家一起围如这样子 可是因为妈妈的牙口状况 就是已经大不如前了 所以他们就特别帮妈妈做了一个 就是说 比较适合 所谓他们认为比较适合的餐 另外带去 然后大家就吃了这个桌上的桌菜 然后妈妈就吃了他们带去的 那个东西 也算有心 是 算是有心 可是大概过了二三十分钟 妈妈就开始就是脸垮下来 然后就不太想吃 然后到后来就默默的掉眼泪 然后大家都 现场大家都尽吃了 就很尴尬 就说怎么了 对 其实后来才了解到 就是妈妈觉得说 为什么我们一起出来吃饭 我吃的东西跟你们不一样 为什么我要吃的这些 看起来像你 颜色也不好看 然后吃起来口感也不好的东西 妈妈就觉得很沮丧 那这个照顾者这个儿子 他也觉得很沮丧 就是说 我是为了妈妈好 而且我也很用心 特别在出门前在帮妈妈做 那可是怎么会这样子呢 两边都不开心 对 所以后来就发现 我们这样子 日本有这样子的产品之后 因为日本人在设计这样的产品的时候 他有坚持一件事情 就是在可能的状态之下 他会让我们的食材 跟你在家里吃的是同样的状态 包括口感 包括视觉 视觉也可以 对 我们蒙着 就算我们蒙着眼吃 你可能只会觉得 你今天吃的是比较软的餐食 而不会觉得你是所谓的脚打的泥 对 所以他们很重视这个部分 他是希望那种长者 就是说 会觉得就是说 我可以维持我的尊严 可以慢慢的 在我老去的过程 我还是继续可以吃一样的东西 OK 然后 比如说在日本 他们有很多长者 其实是自己照顾自己的 可能老爷爷跟老奶奶自己住 相依为命 对 那日本的长者 不想要去麻烦他的小朋友 所以他们都会坚持自己照顾自己 那这些产品的设计 其实也是为了让长者 在照顾自己的过程当中 可以更轻松 是 对 其实长辈在年纪慢慢比较大 自我照顾的时候 我们除了一般的饮食之外 我们还会担心一件事 就是说 如果他自己开火 是 比较会健忘 对 煮一餐可能要吃三餐 食物不新鲜 这是一个问题 再来一个 忘了关火 忘了关店 其实都会有危险 所以他们设计这样子的东西 第一个 这样子的餐包都是可以及时的 其实打开就可以吃 日本人习惯吃冷食 是 所以他们就开了就吃 那我们台湾的长辈 比较习惯 我都是热给我妈妈吃 对 那我们热这个餐包很方便 其实只要保温杯热开水 浸泡三分钟 是 不需要火 不需要电 所以对长者来讲 他要处理 也是非常的轻松 那我们都会说 这样子的产品 其实不是在取代 他现在的生活 而是在当小帮手 是 Sky我请教你一下 这个可以当三餐的正餐吃吗 可以 他有的餐包是有主食的 比如说有饭有面 那我们就可以当正餐吃 那有一些 他是没有主食的 我们就可以当餐 跟餐中间的餐点 OK 所以他是有很多种变化的 所以他的份量 其实也会有不同的选择 是 他有大有小 有的可能大包的 可以到160克 大概就一碗饭了 那小的话 大概只有80克 所以长者也可以依照 他现在的状况 跟我现在是 食量 食量的状况 去做选择 然后跟自己的生活 做一个调整 可能早上吃的少一点 然后晚上吃的多一点 或者是有些不同的调配 然后那现在 其实你刚刚特别讲到说 日本老人家 他们其实经常会独居 因为孩子大了以后 就离朝了 那他们自己 有多少种的选择 因为如果说 其实我真的很想自己做 但我可能又没有体力 去提菜 然后我自己弄 刚刚也有 该说的 这各种危险 但我能天天吃这个吗 所以我是不是有 很多种的选择呢 那现在台湾 有多少选择 以我们目前四个质地 每一个质地 就有四种口味 每一个质地 有四种口味 其实在日本有更多 而且日本还有一个 更体贴的地方 我们刚刚讲到 四个颜色 对不对 这四个颜色 并不是QB 所决定的颜色 是介护食品学会 所决定的颜色 所以在日本 超过一百个厂商 加入这个协会 所以这一百个厂商 所做出来的介护食品 都是这四个颜色 所以日本的长辈 他只要到超市 到百货公司 到药局 照这个颜色买 对 他照这个颜色买 他不用去选品牌 对他来讲 但是会有各家 都不同的口味 对 我们常讲说 长者只要决定一件事情 就是今天想吃什么 是 那就像在餐厅 点菜的那个感觉 对 所以充分有自主权 而且其实是会有饱足感 但是老实说 其实Sky 你当初给我这四包的时候 我就在想说 捏起来软软的 然后摸起来就是这样 没有打开看的时候 我就觉得老人家就吃泥吧 就是那种感觉 但是其实我妈妈吃了以后 她说很好吃 原来QB它其实QB 它就是个调味厂 它其实在日本 它成立于1919年 它已经100多年了 那它最主要做的是 台湾其实最知名的是 我们的好市多里面 有一只胡麻将 大白知不知道 我知道吃那个沙拉 什么都可以用的那个 那个就是QB 哦是哦 我经常用它吃沙拉 我虽然不是那么老 那不是长者吃 那是一般的调味 那QB就是在调味料上面 在日本做得非常的成功 然后在日本赚了非常多的钱 那它觉得我们在日本 要回馈一下 要回馈社会 所以他们做这个借户食品 其实为什么这么早开始做 他们从1998年就开始做了 就是为了要照顾日本的老人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发现在台湾 这样子的产品 在我们引进之前都没有 其实日本大部分厂商做借户 都是为了要照顾日本的长者 所以他们一般比较不做出口 好我们在下一段的时候 我们再好好来请教一下 我们有哪16种的产品可以选择 马上回来 中文雷新网 欢迎各位再多回到今天 起立世界的现场 我们也在这个因应疫情的第一天 用线上连线 特别邀请到了日本这个 QB的借户食品 台湾总代理律动会的总经理就是Sky Sky我请教你一下 我刚刚现在一边在那个看 就是直播新闻 然后一边在跟你聊天的同时 我看到现在99所那个大专院校 现在都已经开始采线上教学 所以会在家里的人越来越多了 年轻人可以吃这个吗 当然都可以 其实它就是天然食材所做的产品 那我们就是说一般的年轻人的话 其实我们就建议就是第一阶段 紫色的部分 那刚刚大牌有提到 就是说我们有什么菜色 对对对 对我们可以听一下 让听众听一下 看像不像在餐厅点菜 OK 我们在我们第一阶段紫色的部分 我们有总会野菜鸡肉丸 鲜虾滑蛋虾丸 鲜背白酱意大利面 奶香鸡肉炖野菜 不好意思 这式样我都挺喜欢 所以我们都说对长者来讲 他就像我今天上馆子点菜 但是就是做的软嫩一点 是 而且其实如果今天 像我们有很多的客户 他都是把他用漂亮的餐盘 然后再把他 就是等于是帮他热好 帮长辈热好 摆盘摆好 漂亮的餐盘 让长辈会觉得就是说 我今天是在餐桌上吃正式的餐 而不是说我今天是 可能要躺在床上 或者在就是比较独立的空间 去吃一个属于他专属的餐这样子 但是也有人就是把妈妈弄得很漂亮 妈妈吃的时候他也想抢一抢 对啊 所以这个其实互动也蛮热络的 还有什么 比如说我们在第二阶段 我们有野菜鲑鱼粥 然后我们有柴窑鲜背滑蛋 奶香鲜虾会干贝 我们还有鸡肉牛蚌粥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们特别提到一下 在日本他连第二阶段 我们刚刚讲牙口不好 咬东西很辛苦了 牛蚌还有办法吃 一般我们来讲说牛蚌它纤维会比较 大家会担心 可能比较嚼不动 对对对对 其实那他已经都帮你处理好了 对就是会让张者 就是他真的就吃得到这些食材 然后他也会觉得就是说 吃起来很轻松 所以对张者来讲就会觉得就是说 我还原来我到这一个年纪 我还能继续吃这样子的东西 搞得我都很想吃了现在 有一次我们到日本去参观他们的借户的 这些相关的业者在座的时候 我就看到一个就还蛮惊讶蛮特别的 就是说一个我们台湾也还蛮熟悉的一个冻饭的品牌 那他也有做借户的餐包 可是他并不是只是单纯做餐包 他还提供餐具 就是他卖餐包还卖餐具 那我就觉得很好奇 为什么你要卖餐具呢 我们就当场就问了 他就说 因为我们在日本提供给安养院 我们还提供餐具的出租 所以在日本的安养院提供给长者这些餐的时候 他是用他的碗 用他的筷子 用他的餐盘 把这些餐装在那里 所以长者会觉得我今天上馆子了 所以他们就会很清楚的去帮这些长者去设定好 让长者一直会感觉到 有一个很愉悦的感觉 会疗愈的感觉 维持原来的生活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维持原来的生活 而不会觉得说我今天年纪大了 我不中用了 所以其实这个 但是这里面的调味 其实我们没有说说什么 他有特别针对营养的部分 但是他还是有营养的对吧 听得到吗Sky 哇断线了 好因为现在呢也就剩下两分钟了 所以我们其实可能就不用再联了 待会呢我们就跟Sky 抱歉一下 但我觉得今天非常感谢Sky 在百忙当中跟我们分享了一下 这么棒的这个介护食品 因为现在一直以来呢 其实我们在台湾很少看到 有专门为老人家 或者是为有吞咽困难 或者是有这个就食欲上面 受到一些影响的朋友 那我们也请我们那个小蜜 帮忙打一个电话 跟Sky说一声说谢谢他 那么在另外的部分呢 也就是说 其实现在大家可以上网去找一下 如果说真的对于 最近这一段时间不能出门的朋友来讲 你们家里的老人家 可能会需要这样的一个非常有口感 但是其实又方便的食品 那我刚刚其实已经看到一些有些朋友呢 正在打我们中广的电话 但是因为现在节目进行中 所以我们给您一支 这个就是我们中广美少女的电话 02-2500-5566 02-2500-5566 如果大家对于介护食品有些什么好奇 或者是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资讯 或者你干脆就想要一份完整的菜单 都麻烦你打02-2500-5566 那我想呢其实慢慢的 这个因为现在刚刚引进台湾 这算是一个非常新的饮食资讯 那如果在未来 我相信这个Sky呢 他们仍然会帮我们提供 更多的不同的口味的选择 而且我自己在想说 我妈妈吃的时候 我有闻到一股香味 如果说用它来调配一些食品 其实应该也是会很好吃的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一样的想法 OK 所以今天非常谢谢Sky 那另外呢 其实我们节目进行在这个地方 今天也就告一个段落差不多 但是我想呢 其实现在因为在新闻当中 都不断的在更新 有一些疫情的变化 那么台北的部分呢 其实今天增加的是 是比较多的 但是我想呢 我们其实每一个朋友呢 都做好我们的自主准备 今天大牌呢 是有护目镜 然后是有口罩 还有鞋套 就是那酒精是随身带的 最好呢 我在右手还准备了一个手套 就是如果我要出入 公共场所的时候呢 我会用这个手套来按电梯 或者是挑选 我想要的水果什么的 那回家一定要记得 努力的勤洗手 然后这个口罩 麻烦大家其实不要把它 习惯的拉到下巴上面 那鼻子的部分呢 尽量把它压紧 因为如果说它越密合 它对于你的这个感染 是越少的 所以我们现在也看到 各台的这个媒体记者们 他们在采访的时候 都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包括这个就是脸上啊 手上啊 或者是各种的消毒的部分呢 尤其是在人多的部分 可能你必须要经过公司的走道 或者要进电梯等等 请大家都注意安全 然后如果没事 就麻烦宅在家救国家 谢谢大家 See tomorrow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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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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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